好,給大家看一下,這是未來我們的形象 目前我選的是這個 所以未來會有T-Shirt T-Shirt類的會畫一個館長的星星 然後未來這個是樣而已 未來還會畫 還會畫大隻的出來 還會畫更大隻,畫整隻的出來 到時候等全部的成品出來再畫給大家看 這個是到時候會有館長整隻的 然後會有這個刺青的圖案 整隻的會出來 這是我未來下一個,另外一款的形象 這星儀畫的 他只是畫一個意象 再來就是整隻星星會出來 整隻星星會出來 這個整隻會出來 我最近看到的新聞,他說他有領一個 他說我覺得你們的新聞台真的是 試圖幫他辯解 他說他有領一個中度殘障手冊 我先來講我的感覺 首先我來講這個女的她的作為 他今天意圖用這個東西脫罪嗎 我跟你講 如果台灣司法在這樣的話 以後未來啊,法律大家都不會遵從 館長也有精神疾病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精神疾病 我的精神疾病是什麼精神疾病 我的精神疾病很多 譬如想說我看到人我就想打人 那為什麼我不會 我看到人家報我新聞 就像蘋果那天 我的腦海裡面是什麼畫面 我的腦海裡面是我拿著 我拿著武士刀 去蘋果總部裡面看一個殺一個 真的真的,我腦海裡面真的有那種 看到一個殺一個 然後把頭都割下來 真的真的真的,好可怕 我有暴力傾向 我有很嚴重的精神病 我啦,我啦 但是我為什麼沒有去蘋果日報 拿開山刀 跟武士刀 把他們每個人頭都剁下來 事實上我很想做 因為我只好這麼做之後呢 我的人生就賠給他了 我就要去關嘛 然後我就要判死刑嘛 所以我真的我覺得 我有精神疾病 真的是我一直在幻想說 如果蘋果跟我後面 我直接就開我S55直接把他撞死 因為我的板筋比較厚嘛 對不對 他跟我就直接打巴骨 然後他媽在車上就撞他 然後一直撞一直撞 撞到他,撞牆壁撞到他死為止 巴骨再撞,巴骨再撞 巴骨再撞 我頭腦裡面都有這種想法 那為什麼沒有這麼做呢 有法律嘛 今天一樣那個女孩子 她說她領中度殘障手冊 跟館長一樣有病 她領中度殘障手冊 可以去酒店上班 我以前帶過酒店小姐咧 我以前當過酒店的咧 我以前做過酒店 我以前做龍馬你沒做過巴搭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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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室裡面很多人去撞過酒店 你今天有中度殘障 你有辦法努客 有辦法去酒店 去酒店最不簡單 你要撞你的台 你要撞到錢 你嘴也要告訴我 你嘴最不簡單 中度殘障是怎樣 中度殘障是 進去就 中度智障 中度智障是怎樣 進去就流口水了 流口水就跟你們這麼七一歪那些 不用那麼多台 辯解嘛 啊你說你小孩一看給他餓 你可以跟男朋友去吃蒸鮮 你可以養你男朋友 你們這麼七一歪那些 你們怎麼會聽得懂 你們別說你們聽不懂啦 還會自拍 還會網交 還會上網會找男朋友 這麼有智慧的 還會 潑脫還會修圖軟體 你去看他拍FB 他還會修圖 那個圖都修過的 你一個中速一個殘障 中度的一個什麼智障 你他媽會修圖 你他媽七八咧 會去他媽的吃蒸鮮 你會他媽跟男朋友出去玩 你會他媽的上酒店賺錢 你就是不會給你小孩吃飯 我真的覺得 該你娘七八咧真的是 一個真正有精神疾病的人 很嚴重的 應該沒有辦法達成你 我上訴所有這些事情 你不會你會問嘛 你不會用FB 你會不會上網Google 會嘛 你不會真先 你要出真先 你會不會看菜單 會嘛對不對 你不會用手機 你買手機要不要學他的功能 要不要修圖 修圖軟體要不要去 Google商店下載 會嘛 這些東西都很難耶 這些東西都比 你去餵一個小孩子 泡一個牛奶的小孩子 泡一個牛奶的小孩子喝 很難嗎 比這些難嗎 我不信 去酒店上班 跟客人應對 倒酒 倒酒 插煙灰缸 拿起步 要小會 這些應該都比較難吧 給小朋友泡一個牛奶就好了 這很難嘛 我真的 我真的沒有辦法原諒這種人 我根本沒有辦法原諒那個男的 跟他同居 縣長知道我縣長 我縣長一巴掌就要呼下去 你怎麼會讓一個兩歲的小孩 都沒有穿衣服 好 我給大家想像一下 你們想像一下這小孩有多長 我知道我聊天室裡面 很多人都沒有小孩子 好 你先把自己衣服脫光 在這個天氣 然後把你自己關在廁所裡面 三天不要吃飯就好 你試試看 連水都不要喝就三天 三天 你出來跟我講你的感想 你把你自己關在廁所 關三天就好 你不會餓死啦 把衣服脫光 因為他是這樣對他的 被發現的時候 身上都沒穿衣服 然後關在廁所裡面 你關三天就好 連水都不要喝 看一下這個小孩子 他是餓多久他把他餓死 你看這個小孩子他餓多久 他餓多久把他餓死 我看新聞媒體報導非常誇張 他這個女的他說 他從來沒有泡過牛奶給小孩子喝 他說他從來 這個小孩子從來 他從來沒有泡過牛奶給他 從來沒有 大家仔細教你看那個新聞吧 我覺得這已經是人間煉獄了 如果世界上有惡魔 如果世界上有邪惡的東西 人真的是最邪惡 我昨天跟我老婆講 我說人喔 好喔 可以好到無限好 你看那些做善事的人啊 你知道那些好人啊 一些阿嬤啊 人壞可以無限壞 然而我們的法律 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道德觀 就是必須要嚴懲這種人 我們這個社會才能擁保安康 大家認同我說的嗎 所以他媽的蔡英文你在廢死啊 他裡面是在法辦的浪判啊 我覺得我們這個國家 必須重視婦女的問題 雖然我們是男人主權的國家 我在這邊再講一次 我個人在這邊提議 強姦女生啊 如果是那種暴力強姦啊 我說我不是迷奸 是那種暴力的 什麼家你娘勒 把人家他媽的弄死掉的啦 什麼他媽的 虐待人家 在強姦人家 在輪暴人家那種人啊 那種人應該要去世 人家要讀條 至少要判重刑 各位都有母親 各位不是石頭蹦出來 各位都有老 未來都會結婚都有老 我那天看了很多判決非常扯 就像我前幾天講 一個七歲的 被一個大學的 大學的教授還是什麼的 還是什麼什麼什麼 七歲 七歲 法院覺得他們是合議性交 七歲 你跟我講合議 所以他只判他四年 強姦一個七歲的女生 七歲 我們的法律真的是 都在保障壞人 尤其我不是說那種流氓啊 什麼 像這種窮凶惡極的人 就是他上盡天良的人 這種人他媽的有什麼好講 今天受害的人 未來受害的人 有可能是你的朋友 有可能是你的家人 也有可能是你的小孩 今天我們用這種費時的精神 學國外學的四不像 大家知道國外 未成年小朋友被強姦 不管是男人 那個刑有多重嗎 你們去看外面 隨便都15年起跳 20年 大家去看一下 判決都15年以上 台灣都判的輕判 都四年五年六年 所以我在這邊呼籲啊 蔡英文啊 你下次總統 民進黨下次絕對不會上 這兩年你在幹什麼 我也不知道 台灣的人民都很憤怒 我在這邊做一個市場調查 你們覺得這幾年 你們看這些判決 蔡政府她上台的時候說什麼 她騙選票的時候說什麼 她說我們要什麼 我們要司法正義 她要改變司法 結果你整天都在撈錢 你整天都在定國民黨 你整天都在不法黨產 你除了這個之外 你司法正義到底在哪裡 司法改革 司法正義 我在這邊想要請問大家 你們是不是覺得 這一種上盡天良的人 應該就地正法 你們是不是覺得 這種強姦婦女 強姦幼童的人 應該要嚴刑俊法 如果你認定的話 你打4 他一個號碼4 我們讓這間廢死聯盟的看看 你們這些廢物 我真的不知道廢死聯盟 腦袋是要裝大便 還是幹你娘老子一把 你看看 這是我們國家的民意 這個就是民意 看到了嗎 民進黨 不要問我說 我們怎麼樣 不要問我說 每次選舉就拿說 幹你娘如果選國民黨 中共就三小啦 民主政治就會退步 我在這邊 我在這邊最後落下一句話 你們民進黨就是民主退步的最佳代言人 不服來辯 你們所講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得不好 我以為你們上去了會改掉很多東西 我以為你上去了整個司法會改革 結果全部都是在花心思安插你們的人 然後修改 修改對你們有利的 對你們做官有利的條文跟法律 我們人民呢 我們人民呢你把他當大便 你把他當大便沒兩樣 我想跟大家講 民進黨 你現在他媽的台灣喔 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超杜爛你 你不信 沒關係 我們 十月二十四號就知道 十月二十四號你就知道 連他媽人生最基本的法律保護都做不到了 你就是他媽的在製造壞蛋 我在這邊呼籲民進黨 有沒有讓全台灣人看到一個事實 我們台灣人犯罪出不來喔 民進黨的人犯罪喔 可以趴趴趴 一個叫陳水扁的 喔 官 假釋出獄 喔 可以去競選 可以吃好住好 是因為他是你們民進黨的人 你要不要把他抓回去官 現在 我說的不是說馬英九把他放出來 我說的是說為什麼 他在 假釋 各位他知道嗎 陳水扁他是法外保外就醫 就是說 他身體不好 所以他要出來接受治療 以這個理由 所以不用關 你就是再加受監管 這個是台灣破天荒第一個人 台灣破天荒第一個人 從來沒有一個罪犯 可以這樣把外就醫 還可以四處趴趴趴 還可以服選 請問一下 民進黨 這是什麼法治 請問一下民進黨 這是什麼法治 如果這樣可以法外就醫的話 那為什麼裡面 關那麼多犯人 都 都不可以出來 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個民進黨 滿嘴的嗎 人意道德 光陳水扁這個東西啊 我就問各位就好了 你們他要投民進黨嗎 你們今年11月24號 還要投民進黨嗎 我就講到這邊就好了 一個犯罪的人 可以出來 幫他兒子選 議員 他用的藉口跟理由 是保外就醫 然後政府 法律單位 司法單位沒有人敢動他 這個如果不是貪賭職權 這個如果不是他媽的咧 靠山靠很大 請問哪一個罪辦 可以像他一樣這樣出來 哪一個罪辦可以像他這樣出來 那陳志忠如果再選上了 台灣人堪憂啊 當然啦我在這邊講啊 每一個人都有選擇候選人的權利 但是我覺得啦 如果這樣的話 你們民進黨讓我看到的民主倒推 你們滿嘴喔 蔡英文這次出來講 他說如果你票投國民黨 沒蔡英這幾年 民主正在進步 喔 你們的進步就是 建一大堆不要的建設 劃一大堆不要的預算 把一個罪犯放出來 然後他媽的咧 請全黨之力去保護這個人 讓我們全台灣人看了 犯罪不用關 犯罪可以這樣玩 貪了好幾億百億以上的總統 你讓我們看到了 你們不是中共 不要什麼事情都牽托到中共 中共幹你也老吉賣咧 中共幹你幹你中共有什麼事情 整天都在講中共 幹你娘 每次都在講意識形態 結果你們這幾年做了什麼 什麼都沒有 只望台灣一直退步 每次要選舉的就說 唉唷快點喔 阿嬤阿嬤國民黨喔 阿嬤阿嬤過來喔 阿嬤國民黨喔 會賣台啦 他會賣台啦 我跟你講不用等到國民黨去賣台 國民黨我也不喜歡啦 不用等到國民黨賣台啦 我真的不用等到國民黨賣台啦 你們繼續 如果你們繼續當下去 台灣已經爛掉了 你們繼續當下去喔 台灣也爛掉了 真的就爛掉了 人家要統一的意願也沒有了啦 也不會理你的啦 你們他媽的雞巴勒 你們只是把台灣搞得更爛而已 根本他媽的不用賣 台灣就他媽的勒 台灣就苦不堪言 台灣人就他媽的不用賣了 你不用賣真的 台灣就毀掉了 我們10月24號陳志忠選上 我們就知道他媽的勒 就知道你們這個政黨有多扯 就知道你們這些選民喔 那是不是叫館長也去貪污 我可不可以問 我問一下總統 你們民進黨沒有一個人敢來嘛 來我就 我可不可以去選議員貪污之後 還可不可以 關個幾年 然後貪個好幾百億 然後貪個幾年 我是不是可以也是這樣 然後我可不可以放出來 啪啪炸 那我可以的話我現在就參選啊 我下一次我就要選一個立委啊 是不是立委 我選立委我躺著就可以選了啊 我立委的政見沒有一個從頭到尾就一個 進立院打立委 請投給陳志翰 進立院修理立委 請投給陳志翰 當四年打四年 保證住院率百分之百 一百席 一個都不放過 一個不留 我馬上當選高票 第一個唯一一個政見 進立法院慢 幹你娘老雞賣 然後就他媽的出手的就是我 立法院開會一進來 那有時候電視畫面 你就看到一個人 你就看到一個人追著一堆人跑 幹的雞賣 然後一大堆立委 啊啊啊啊啊 一大堆人就這樣 喔 大家想看嗎 我就會拍一個宣傳影片 我會叫一些靈眼 穿著人五人六的 然後 我會去借場地 然後拍一個宣傳廣告 這宣傳廣告就是 一開始就是 改變 改變立院 讓你看得到 這個字出來 然後畫面一開始 就看到館長 幹你娘進來 然後就開始 啊啊啊 一圈一個就開始衝嘛 就打一百個 這就是我的競選廣告 然後到最後 滿身之血 然後他媽的 左手右手還他媽的 拉著立委的頭髮這樣 想看阿館 一邊拉著一個頭 然後拖起來 然後被我打的 他媽的 滿臉是血這樣 想看館長進立院 修理立委嗎 票投給恩恩號 陳知漢 這個競選廣告我都想好 這個競選廣告我都想好 我馬上當選 你懷疑啊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世道已經他媽的不像人了嘛 一個他媽的貪污犯都可以路上爬爬爬了 人民對你們有什麼信心 哎呀這種人也可以選 幹你娘什麼的 你們這種人都可以當立委的 你們這種人都可以當總統的 你們嘴謊言 什麼都做不到的人還可以當總統 我進去至少實現我唯一一個證件阿 你唯一一個證件是什麼 幹你娘錢賣幾天輸贏啦 這就是我的證件啦 潑水球 他媽的丟議會桌 我進去丟雅鈴喔 幹你娘錢賣丟槓片 陳迪斯他媽的每天運送槓片跟雅鈴來 你看立院喔 很多ERICO的槓片 我還用高級槓片丟你 一個紅色槓片飛過來看看 立委暈倒了 拿ERICO的棍子 幹你娘錢賣 OK 丟水球 這裡丟的喔 你們別幹你丟槓片 賣丟磚頭 我都丟重物你知道嗎 丟大石頭 幹你娘有賣 我霸佔議會桌 太弱了啦 真的太弱了啦 這太弱了啦 幹你娘我帶 狐林 有沒有 狐林 丟狐林 館長立... 這個狐林 幹你娘過了 你就看到立委啊 阿丫尾啊 阿邱怡人家在站門 站門幹什麼 你們不跟妳娘咧 不知道妳的腳現場 你就看到我 站了齁 膝蓋有回去 還有那種 立院都有那種馬賽克的畫面 幹你娘去 阿阿阿阿我的腳 阿阿阿我的腳 然後斷掉這樣有沒有 然後我就在旁邊這樣 哼 踢人操 然後他媽的呼巴掌人家都 鼻血都這樣噴有沒有 欸我呼巴掌人家馬上噴鼻血 要不要試試看 打那個 打一打去幹我 呼下去人為非耶 真的啊 讓我呼呼幹 那七八咧整天就是 而且我不會像你們一樣啊 我會請一個助理 整天就是拿著我手機喔 嗨 我再說欸好 然後我在旁邊勒聲 館長存在差不多了喔 大家幫館長加油喔 然後我叫助理幫我拿著 手機開始開直播 你就看到幹你娘 館長開始追著他們跑 館長開始追著他們跑 直播啊 館長有在做事啊 我絕對實現 我看了手機 各位選民們 我絕對會達成全國選民對我的交代 我絕對當一個好立委 我現在要開始囉 齁 然後我就欸助理拿著 齁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開始衝啊 幹你娘全都打去啊 你懂嗎 媽的你們這些人真的是 幹你娘 選你們那媽不如選一個幹你娘咧 不如幹你娘 選一個你娘的肚子 選一個你娘的肚子 選一個你娘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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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的雞巴 好今天就陪大家到這裡了 我拿去訓練了 大家晚安